hello大家好,我是master疯狂姐妹,我会给大家今天带来一个chap的一个激活注册的一个简简单的一个介绍吧 呃,我已经激活成功了,所以说我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有些人也私信问过我 怎么说怎么就按照我的方式激活吧 你就因为现在我不能再重新注册一个账号,比较麻烦 还是有一点麻烦,首先你需要有个境外的手机号 其次你必须要这些所有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个谷歌的邮箱 然后你必须会科学的上网,咱们就不多说了 首先谷歌直接搜索chat这个东西 搜索之后的话,我是如何去申请的 第一个,这有维基百科,随便点一下 会告诉你的官网地址,这个网站就可以直接进去 点这个网站,这是我已经注册好的 所以说没有说是专门注册 所以说正常的话,现在是需要你注册邮箱 选注册邮箱,选择谷歌那个就可以 然后需要一个,然后他会让你有一个接收短信的手机号 那么这个手机号才是最麻烦的一个点 我会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开一个新网址 这个地址大家记一下以后可以 甚至也可以大家给评论区发出来 点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境外接收一个手机号码的一个短信 你只需要就相当一个验证码嘛 然后这里面的话,他有一个完整注册 然后新手,你看这里面直接又有个新手注册指南 这个东西很,因为这是我的账户 毕竟我已经注册完毕了 你自己再用谷歌的账号再注册也就可以 先把Z号注册了,Z号号注册 这里面有个详细指南,大家看一下 点开这个详细指南 看这里准备 代理,他这里面写的非常详细 代理就包括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代理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看清楚 这是必须是台湾 新界,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这些地方 还有加拿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上上没写 这几个代理要有 当然他上面有几个我不知道,比如韩国,日本,这还不错 找到一个国外手机号码 那么只能说用这个平台了 现在一步一步开始注册,看他教学就可以 接码平台就是现在我给你打开这个接码平台 你们记住这个openai,知道吧 你可以从这里搜搜索,也可以直接点这个地方 首先你去注册这个现在这个网站 就是email,密码,因为我注册完了,就没有这个图片了 email,密码,确认密码,这很简单,这就不说了 没有任何东西,刚注册完的话需要充值啊 因为你的金额是零啊 一次接码openai上面写的说十一卢布 没有那么便宜 现在涨价了,现在涨价了 我当大概是用的是印度的一个 印度的一个 接码相当于当时是一个五十多吧 五十多卢布,挺贵的,反正你只能充美金 你用但是这个支持支付宝支付 知道吧,就是他自动转换的汇率 我当时充了一美金,大概花了七八块钱吧 因为中间有佣金,就他手续费 七八块钱的样子也有 然后你直接输入一一块钱 直接扫码支付就可以了 一瞬间就好了 然后应该你有七八十块钱那个卢布 然后打开这个注册界面 就刚才我刚说的注册页面 就像这就是之前那个注册页面 打开,打开了之后 直接就可以输入验证嘛 也好,当然我没经历关样嘛 我点的是这个 我点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谷歌邮箱 直接用谷歌邮箱注册的 注册进去之后一点就可以 然后上面写的你的名字 这不是上面写的吗 你的名字,这是没注册 你的姓,你的名 然后这个是写 然后就可以了 把整体名字一拼出来 他自动就会写出来整体的名字 我嗓子比较难受 大家见谅了 然后这时候会显示当前国家会出现不能使用的这个东西 这个文章就可以解释 当然我倒是没有 这上面写的就是没有全局代理 不需要听得扯的 我就没有全局代理 我没有全局代理 这个东西没啥问题 你正常的话直接就用我刚跟你说的 你像我用的一个台湾的 日本的也行 甚至美国的都可以 直接选这个地址 一定要选这个样的代理 基本上不会出现他这种情况 我预见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一会儿我会告诉你我预见的情况 基本上的话 你不需要粘贴这些东西 当然你如果预见他这种情况 你可以按照他的方法来 我没预见过这种情况 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 然后这才是重点 输入手机号 你必须要有一个外网的手机号 很尴尬 那这个时候刚才我说的就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网址你就需要了 给自己充完钱之后 搜从大家搜索 OpenAI或者直接找就行 直接找到 找到之后 这里面就会有小车车 对吧 我买的是印度的 因为之前我的问题在哪 我之前买了个印度尼西亚的 结果他那个账号出现问题 就那个那个密码 那个那个那个号码出现问题 我一直注册不上 所以我干脆买个印度的 随便贵就贵点 贵总有贵的道理 然后花多点钱买个印度的 然后直接注册成功了 直接正常的情况下的话 就是变成这样的 把密码输入进去 记住啊 他有个前面的前缀 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把前面有个82 你这个开头82还要加上 那肯定行不通的 你把那前面那两个数剪掉 然后把后面的号码一复制 然后点C的Cup 这样就注册成功了 知道吧 这样就注册成功了 按照他这个博士 他是先等到这个网页之后 在chap里面 等到这个网页之后 才才开始 我是基本上直接先买好 因为他有个二三十分钟的 这个情况 需要等 不着急 然后这上面就写的 这个激活 就比如说全部激活 首先他这是个印度的 他是印度的 用91开头的 花 你看我那会 他们现在是10块多 10块多的卢布 我是当时50多 涨价了 挺贵的 等待短信 相当于 现在你这个电脑 相当于是个手机 你这个91打头的这个数字 直接就可以输入到这里面 但是前提把这个91吹掉 因为他之前有加91 就不管他了 然后就可以点住 等待短信就可以 等待短信之后 会给你一个号码 把这个号码复制到 底下 底下会有一个 等短信的一个号码复制 就相当于咱们的验证码 就可以直接粘贴 这是最后一步 点确定就OK了 直接就可以进入了 进入这里面了 然后直接可以进入了 剩下就是一些AI的设计 直接点自己的谷歌翻译 就可以看了 然后注册这里面的话 登录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个 不太不算特别好的消息 chat的话 我刚才注册完毕之后 chat的话 它升级到plus了 正常的chat的话 其实怎么说呢 正常chat的话 其实有点 还是感觉有点慢 不如之前快乐 有这种感觉 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可能是 包括这个响应时间 这不是正在声声响应 它是我真问用1000字概述 菜太你各号的进行介绍 就相当于国内的那些营销号 他直接写一个文案 让这个菜的写个文案 他会慢慢的生成 生成这个生成这个东西之后 然后你可以用国内 你甚至连语音都不用录 不用去照着他念 把这些数 把这些字全部去复制到某个软件里面 这个我就不教大家了 随便再剪辑一下 剪辑一下 太太你好视频 当然你要针对他的字 针对他的句子来剪辑 剪辑完了之后就可以当做一个视频发布 简单粗暴 这也是用让让chat来作为一个人工智能 但现在问题就稍微点慢 这个点啊 这就是很简单一个介绍 你现在唯一要注意的几个点 就是说我就拿我自己自己接受 就是这个短信 购买的时候 你自己考虑吧 选的 反正印度尼西亚这个 我上次就没购买成功 亏了我30卢布 最后我第二次花了点钱买的这个 大家慎选啊 反正我买的是印度的 你们考虑其他的 因为之前有问题 然后就是这个你自己翻译一下 包括现在都有专门有注册指南 我之前还不知道 知道吧 注册指南 这个一定要自己看清楚 傻瓜是教学 所以大家就是分享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喜悦吧 反正是 这个东西它当然没这么慢 因为我可能是中文的原因 稍微慢一点 之前已经当时写了大概有五六百字 然后我暂停了一下 Chat的话 比人工比一般点的 比如说是Siri啊这样的 好像我感觉更智能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 就比如说我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他都能找到 还是不错的 可以大家尝试的去试试 今天不知道为啥 可能用的人多吧 好慢的又死 不知道为啥 之前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然而 什么乱七八糟 这个东西 咱们不看这个都没用 主要我这还有个编翻译 这就有个自动的谷歌翻译 编翻译可能时间更慢了 跟这个也有关系 大家反正是可以玩一玩 满足大家的一个好奇心 对吧